目前王哲里最需要增强的五位英雄 第五位 吕布 吕布这英雄你就选吧 自弹逆风 他已经不是弱不弱的问题了 他是玩不了一点啊 作为一个偏后期的英雄 首先他对线弱 想对线打出优势 难 其次他转线慢 走得慢也没什么位移 对线打不过了 还不能学官马去支援 最后他倾线慢 你就是给吕布一条线一片野区 以吕布的攻速和伤害 我估计吕布连轻都轻不过来 轻线慢就会导致发育慢 而可笑的是 集齐了以上三大前期痛点 吕布却偏偏是一个急需发育的后期英雄 你要是后期吕布能一打三就算了 起码前期的苦没有白吃 可目前的吕布 后期也不见得有多强啊 胜率连50%都没有 我肤浅的建议啊 吕布的一技能对小兵伤害增加一点吧 只要发育快一点 弱势期就会短很多 第四位 白礼守约 守约的问题有两个 首先是平A A不了 我一个神装攻速守约 在游戏的中后期 甚至连老虎都对约不过 攻速 暴击的限制卡得太死了 这平A的守约根本玩不了 第二个问题 打局也打不了 先不说你能不能中 咱就说一点 你远程打局 你能吃到线吗 你隔那么远 你分不到经济啊 没的经济就没的装备 没的装备就没的伤害 而没的伤害 即便你百发百中 它也一样没用啊 我你看 持续伤害 A不了 爆发伤害不一定中 中了也不一定痛 这样的守约请问怎么玩 我肤浅的提个建议啊 守约的普攻可以的标记 是A一下也好 A三下也罢 挂了这个标记 那么守约的二技能就避重 这样才有联动性嘛 第三位 亚联 亚联的核心问题是过于笨重 首先一技能想放出来 不好意思 你需要先普攻 你要是不普攻直接放 那就只有机份没有伤害了 其次 好不容易叠满的被动 放出了一个全额一技能 可是又原地罚战了呀 最后是二技能和大 加起来看似三个位移 但问题是这三个位移 跟亚联的核心技能一技能 一点联动都没有 我举个例子啊 你玩狂铁 他就是二少A一三 一套打完了 这一套有位移 有控制 有伤害 可是你玩亚联呢 甭管你几段位移 掏击目标以后 你都得老老实实现 A三次普攻 然后才可以有控制 有伤害 他这三个技能各玩各的 联动性几乎没有 这么低啊 我提个建议啊 你亚联二技能命中目标以后 咱就直接解锁三段一技能嘛 普攻就不要了 等你A完三次普攻 人早跑了 第四位 打几 这个英雄应该都玩过吧 他的优点是技能简单 三个技能你几乎必中 但缺点是极度依赖装备 他没装备是真一点 伤害都没有 和女娲刚讲很像 但是手比他们短多了 这就导致了一点 打几逆风守不了他 你想拖发育 不好意思拖不了 所以对面稍微会晚一点 抓两波钟 那么打几就崩了 伤害没有了 他也守不住了 这时候对面再一进 也去反野反龙 这一把就宣告没了 打几要想玩得好 就不能是逆风 可是偏偏选打几 他就已经是逆风了 我建议打几的一技能 可以储存两次 增加一点手线能力 而一技能的前摇 他打人还真不一定能中 第五位中奎 中奎的钩子上线很高 但是下线也很低 一个中奎他钩子不准 那他没用是活该 但问题是目前 钩子的控制时间太短 大招生效的延迟又太长 这就导致你勾中了 后续的控制他也跟不上了 你像这一波 我已经是秒开到了 但是对面呢 连位移都没交 在我大生效以前 他就跑了 咱们有那么大风险 好不容易勾到一个 咱后续控制他 衔接不上 那这就不合适了呀 中奎的晚点就是开团 开团难一点没关系 但最起码这个团 你得能开呀 钩子已经很难中了 二三年到的衔接 就不能搞这么难 那不然玩个留下闪现 拍的不更像吗 所以我建议呀 二进来命中以后 增加一点晕眩吧